智慧城市是新北市未来重要的发展政策 孩童学习环境以数位校园适性学习数据治理为推动策略 2022年教育局设置云端智慧科技中心 以大数据平台整合中央与地方资料分析 帮助政策推动 2023年打造新北校务云 校务行政系统从网页升级至手机 让行政人员透过手机随时随地使用 学生的出行状况也能一手掌握 在数位校园的部分 新北市自110学年度起 与五大业者合作推出新北校园通APP学费配 免出门就能完成缴费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形态 远距教学与大数据分析未来势在必行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透过未来智慧校园平台的完成 与各接触的相结合 无论行政教师家长都能快速掌握 孩子学习状况 其实这一次的疫情是让我们建议 线上学习 以及更加学校资讯化 示威化 四季化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疫情让我们改变 让我们用远距教学 让我们随时透过我们资讯 透过我们大数据的分析 透过我们人工的智慧里面 包括甚至我们的这些相关的网络 来创造一个快速的一个学习平台 未来不管疫情如何 远距教学线上学习 就是一个未来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 我相信不太会改变的 后疫情时代来临 加强数位学习教学基本能力是必须 也因应未来世会需求 新北智慧校园将成为智慧城市的基石 盼孩子们找到自己的学习方向 创造无限的未来 记者在您家综合报道